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零件的建模过程 好,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Symtron 然后新建,新建我们的一个POD档 那就是说零件档,OK 好,进入我们的建模界面 建模界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零件呢,是一个基础 为矩形的基础,然后四周都有圆角 然后中间部分呢,在上面中间部分呢 它有一个两毫米的一个槽 然后再向底面呢,它有四个柱位 好,首先我们来建一个基础 基础是一个矩形体 好,我们首先用我们的槽绘 然后转换到我们的槽绘石图 好,首先我们来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矩形呢 然后我们都通过约束 约束我们这个终点 跟我们这个圆点水平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约束到 我们这根线相对于我们这个圆点 过来的这个水平线 分钟对齐 好,同样的 我们 同样的我们分 这个点跟那个点 对齐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标数 我们不要,切实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一改数字的时候 我们这个图形也会跟着一起改 但是有的时候 在Samser炒汇图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种效果 我们退回去 就是说我们把图形 先大开的一个图形画完 然后我们把约束全部约束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想看到我们改一个数字 它就图形就变化 这样的话 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凌乱 就是我们改完这个数字 其他的线条都会变形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方法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工具条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preview 就这个预览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再来标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标一个70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图形并没有随着我们的数字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效果 然后呢,这个数字下面有一些横线 就表示这个图形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把数字全部标完 标完之后呢 我们然后再通过preview 然后将整个图形全部重生 这样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 标数 好,我们退出 这个草图呢 我们已经就画完了 在simage当中 我们画完草图之后 系统默认成会选 会选中我们这个草图 这个草图已经被选中 然后我们通过实体操作 实体新建一个矩形体 矩形呢 这个是10毫米 在拉伸的选项当中 有三个选项 首先第一个是按距离拉伸 第一个按中平面拉伸 距离拉伸有一个单向或双向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当通过 只要朝一个方向拉的时候 它就单向 我们用两个方向拉的时候 就双向 双向这两个距离可以分别指定 好 中平面呢 就是沿着我们这个草图平面 以中平面 然后两边拉伸 拉伸出来这个总高度 总高度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个高度 好 然后一个to reference 就是到参考平面 或者是参考平面 参考曲面 到参照的 这个在后面 我们会用到 好 我们首先拉伸一个10毫米 单向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导原角 导原角 导原角命令 在Sims当中多选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按住shift键 或者cut键 直接点选我们想要的线条 就可以了 好 选中之后 我们点中间确定 确定我们的选择 然后R11的 OK 在Sims当中 我们这个 命令对话框 它是在左边 但我们在视图 视图 就是说我们的话图窗口当中 点我们的右键 我们右键点击哪里 它这个命令对话框 就会出现在哪里 这样很方便 我们的操作 而且在Sims当中 它有一个应用 跟应用按钮 跟一个确定按钮 这两个按钮有什么区别呢 当我们点确定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退出 我们的这个命令窗口 如果说我们点应用窗口的时候 应用命令的时候 它就会是说 这个命令会继续留给我们使用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边导原角 导原角之后 我们还要接着 在这上面也要导原角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使用应用命令 这个命令 应用 然后呢 这个命令会继续停留在这里 继续让我们使用 然后我们 在Sims当中 也有一个选项 一个Smooth on 跟Smooth off Smooth o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当我们点选 一条边的时候 它系统默认成是 相切链都会被选中 好 我们就相切链都会被选中 然后中间确定我们的选择 然后还是同样的 11毫米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导原角 我们就直接确定 退出这个命令 好 这个基座呢 大概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 有一个 两毫米的 一个槽 我们同样 我们通通了 草绘 然后 选择我们要草绘的面 OK 然后我们顶平面 顶平面 因为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参照 我们选择 这个是参照选择命令 我们选择这条边 为参照边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举行 举行 它四周呢 四周呢 都有一个三毫米的 原角 23的原角 好 确定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 来标下数字 这段距离 9.79 这段距离 22.23 这段距离 11.85 首先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没确定呢 因为我们还缺少一个参照 缺少一个约束 我们来约束它 好 OK 这部分呢 我们画完了 然后接着下面呢 我们需要画两个圆 这两个圆呢 首先我们确定 我们中间 这个部分 这个圆 跟我们这个圆 是同 圆心 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相同的 我们来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到了 通过约束 约束我们这两个圆的大小呢 是相同的 SumValue 然后我们这个圆 来给我们这个线条 相切 这个圆呢 这个线条 也要相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标 它的数值 这个地方是 52 2.5 也就是说 直近就是5 好 这部分我们画完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图圆 图圆部分呢 我们需要做一条 辅助线 辅助线 然后我们画一个图圆 图圆的圆形呢 在这条线上 然后呢 一个点 两个点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约束 约束这两个圆 相切 这个相切 好 我们再来标数字 标数字的时候呢 这个图圆 它的长径 是27.36 然后呢 图圆的这个点 到这个线 它的最练 是52.46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画的图形 已经完全约束了 我们数值 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剩下来的呢 就是我们减掉 我们不要的线条 我们减掉 我们不要的线条 好 OK 这个草图呢 我们就得到 我们想要的草图 然后退出 我们的草图 下面呢 我们需要 利用我们这个草图 朝下 挖一个 两毫米深的草 我们通过 实体 下面的去图 然后通过拉伸 好 因为是向下 我们通过 两毫米 好 OK 我们点确定按钮 这个就得到 我们两毫米深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抽壳 实体 下面的抽壳 抽壳呢 选中 我们要去除的面 就是我们选中的面 就会被去除 剩下的面都会被留下来 作为可题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inside outside 跟bothside 这个选上的 就是说 我们当inside的时候 就是我们 这个面 就是说在外面 然后里面 朝里面 长两毫米 如果说是outside的时候 就是这个面 在里面 然后朝外 长两毫米 我们inside OK 确定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壳体 我们已经抽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四个周围 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 四个周围呢 是因为有时候 可以是装配使用的 比这个平面呢 稍微矮一点点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个基准 基准平面 我们通过 就是这个基准平面 然后通过平行 平行 偏移 好 通过这个面 因为这个方向性呢 这个箭头跟这个箭头是相同的 我们通过朝下偏 点这个箭头 朝下偏 偏一个两毫米 好 得到我们的一个基准平面 我们这个基准平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偏下去两毫米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准平面 上做草图 好 我们 画一个 画两个圆 柱维 我们再来标速 标速这个地方呢 三毫米 这个是1.5 这个壁后呢 就是1.5除以2 就是0.75 好 然后我们来标一下 它的位置尺寸 位置 27 12 好 这个 就已经确定了 确定完了 然后 我们退出我们的草图 好 剩下来的呢 我们就是通过 我们的 实体 实体里面呢 拉伸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add 就是增加 一个是new 就是新建 add跟新建是有区别的 当我们使用add命令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就是说 我们拉伸出来那个体 跟我们机体 它会融合在一起 这样呢 不方便我们后续的 因为我们后续 要在这四个地方 都有周围 所以说我们这个 要是用单独体 然后它通过一些镜像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步呢 我们通过新建 新建命令 新建 这样呢 会方便我们后续的操作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箭头 朝下 就是方向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 到参考 到参照 因为我们需要拉到这个面为止 好 就选择这个面 为止 这个时候呢 因为方便 要方便我们的触摸 触摸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有个拔摸选项 我们通过拔摸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反的 我们从outside 好 OK 这个地方我们两度 好 这主要是为了我们 在后续的过程当中的 触摸问题 好 我们确定 确定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都加上三个周围 三个周围呢 我们需要通过镜像命令 镜像命令的SIMS当中 我们进去建模的时候 它系统默认成 是不会给我们三个主平面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手动来建 通过基准 Data Play 然后MatePlace 就是主平面 然后选择我们 想要建主平面的一个坐标信 然后点中间 确定 然后确定 然后呢 再通过我们的编辑 复制几何 然后通过我们的镜像 Mirror OK 然后选择我们要镜像的体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新建的好处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 方便我们这一步的操作 我们点中间确定 然后 点一个平面 好 镜像过来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是要继续 那把这两个体 镜像过来 所以我们点应用 好 这个体 跟这个体 中间 然后点我们 镜像的这个平面 这个时候 它这个地方有个 merge off 跟merge on merge off跟merge 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镜像过来的这个体 是否跟先前的体 融合 因为我们待会儿 是要把它全部融合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点merge off 直接 不融合 好 OK 我们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呢 整个 零件呢 已经 键完了 键完了这个后 我们还没有完成 我们的步骤 我们先把 我们的基准 隐藏掉 点中间 跟右键 然后 它就会出现 我们这个 快捷菜单 然后把我们的 基准 基准平面 坐标系 都把它隐藏掉 好 我们可以用体 来选择一下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并不是一个体 因为我们刚才 我们在新建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是因为 因为我们是通过 新建出来的体 所以说 这些体都是分开的 这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在通过 我们的 实体下面的一个merge 一个融合命令 然后把它框选 然后确定 我们再来选体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想要 得到的一个体 这就是我们想要 得到一个体 好 这个简单建模呢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